猪肉价格连续上涨 猪肉供应能否有效保障 有条件有能力 保障在重要节假日和消费高空期居民的猪肉消费 肉价持续高位运行 对物价影响究竟有多大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好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物价的话题 今年以来猪肉苹果等等 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出现了上涨 引发了很多人对物价高企的担忧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 说8月19号 36个大中城市猪肉平均的零售价格 已经达到了美金20元 之后继续上涨到9月4号 36个大中城市猪肉零售价格 已经达到了美金24.06元 比上周上涨了6.65% 比上个月同期上涨了34.71% 另外在今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主持 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 要保持物价的总体稳定 落实猪肉保供稳价的措施 适时的要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那么肉价还会不会继续上涨 未来总体的价格水平能不能稳得住呢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到的话题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主任 卢延纯先生 欢迎卢先生 另外一位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石宇恒先生 欢迎二位 首先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简单地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9月3号 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下发 国务院关于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 根据部署要求 中央财政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 促进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维护经济稳定 一是切实落实好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政策 二是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政策 三是加大生猪调出大线奖励力度 四是提高生猪保险保额 五是支持实施生猪两种补贴等政策 六是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 交通运输部联合农业农村部近日也印发了 关于对子猪及冷鲜猪肉 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 从9月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子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 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同时在9月1号至2020年6月30号期间 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 免收车辆通行费 事实上 今年4月份以来 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 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 共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亿元 补贴困难群众8千余万人次 按人均每天二两肉测算 经售肉价格上涨10% 每人每月可能增加支出10元左右 按价补联动机制发放的补贴 能够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表示 如果今后物价涨幅继续扩大 补贴标准还将相应提高 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猪肉储备 可以有条件有能力 保障在重要节假日和消费高峰期居民的猪肉消费 另外一个方面 也进行了专项部署加强市场的监管 打击 囤积 巨奇 传统涨价等不法行为 去年以来 由于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双重影响 生猪产能下降导致市场供应偏紧 近期随着非洲猪瘟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商务部和农业农村部也相继推出一系列措施 落实相关补贴政策 支持生猪补兰增养 并将适时投放中央储备猪肉和牛羊肉 增加肉类市场的供应 我们整个蓄产品和动物蛋白的供应是充裕的 从牛羊肉和禽肉的生产来看都在增长 水产品生产也在增长 所以我们整个的肉类市场供应 特别是动物产品的市场供应是没问题的 是有保障的 其实说到猪肉价格 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媒体 甚至是资本市场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先来问一下卢先生 您是价格监测机构的主管官员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普通观众做一个判断 您觉得这种高位运行的状态 猪肉价格会不会持续 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您的判断是什么 确实是猪肉价格上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是如果判断猪价的运行走势 可能是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 这次这轮猪肉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次猪肉价格上涨 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猪瘟的影响 非洲猪瘟是造成这次猪价上涨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生猪的生产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第二个原因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猪肉的这种生猪的生产 它是有一定的周期性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一楼的猪价上涨正好赶上了 这个周期的上涨的这样一个上升期 也就是正处在一个上升通道 所以在叠加上猪瘟的影响 所以整个的猪价的上涨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幅度可能也比较大 第三个就是去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处在一个 生猪价格的一个低点 所以那么今年的猪价上涨以后 和去年的低点相比较 这种价格上涨的幅度就显得非常大了 综合来看猪价上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 那各部门各地区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在扩大生产 增加供给 包括增加进口 包括这个增加储备 也包括这个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 各种措施 这些措施都正在见效 那么这些措施的政策落地 应该说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效果 从我们监测的情况看 最近两周生猪价格的上涨 这种幅度 得到了一幅程度的遏制 已经在收敛 在缓和 从原来的猪涨幅大概在超过10% 现在的猪涨幅已经跌到了6%以下 说明政策式的效果正在显现 刚才卢主任提到了 就是各地区各部门都在采取了各种措施 来抑制猪肉价格的过快上涨 很多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史院长站在学术的角度 您觉得哪一类措施可能会更有效 未来应该把这种 遏制猪肉价格过快上涨的发力点 应该放在哪 是这样 就是猪肉在我们国家 它的消费是具有 比较跟其他商品相比 它的特殊性比较大 首先是它的消费者 对于价格不太敏感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价格上升了 但是它的消费量的减少 应该是比较少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稳定猪肉的价格的话 可以分成短期和长期的政策 那么短期来看 我们直接可以采取一些需求管理方面的政策 比如说 这个给老百姓已经的价格补贴 那稳定困难群众的这种消费 但从长远来看 可能最主要的还是提高供给 因为当需求比较固定的情况下 最主要的是由供给的数量 来决定这个商品的价格 所以从长远来看 应该要提高生猪 提高猪肉的供应量 那么这是能够稳定猪肉价格的最根本的这种措施 其实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 可能价格的波动都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 现在显然价格上涨 在某种程度上 刚才施言章也提到 是因为供给的不足 龙先生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扩大供给 比如说让生猪养殖户扩大积极性 或者什么样的 还有什么其他更快的方法 我想一个就是说尽快的这个 由于株温造成的这种存栏下降 要尽快地恢复生猪的这种生产 增加这个补栏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 扩大生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另外一个要增加进口 这样的话从总量上供给上 都会是情况得到缓解 另外一个环节这样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寻找生猪消费的替代品 包括牛肉 羊肉 鸡肉 包括现在鱼肉 我倒想看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正好是秋天了 秋天正好是这个 应该说是秋高气爽 说过来来收获的季节 所以在这个季节正好也是 产品供应增加的时候 也是牛羊上市的时候 包括刚才提到了鸡 随着这种天气的转量 蛋鸡的产蛋率也在增加 产蛋率也在提高 那么鸡蛋的供应量也在增加 这样都对整个市场 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所以说尽快寻找一种替代 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可能很多人更关心的是 长远的猪肉价格 能不能平易地住 能不能让它降得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就需要我们的生猪养殖户 来扩大存栏量 扩大补栏量 史先生觉得还有什么 其他的更好的方法 能够激发养殖户的热情 我觉得首先是政府 要给出一定的这种激励政策 那么这种激励政策 其实现在国务院各地政府 都已经开始逐渐推行了 就是从养殖的成本上 要降低养殖户 从成本的角度 降低他们的负担 这样就能够增加他们的利润 如果是价格固定的情况下 那么这些政策 可以包括一些信贷政策 可以包括一些土地政策 还有一些 过去一段时间 各地可能有一些 法律法规以外的 一些禁养现养的措施 那么这些也尽快要清除 我觉得通过各方面的发力 那么能够稳定 他们的这样一个养殖的积极性 另外从长远来看 还需要给他们 比如说更多的防疫知识的 这种介绍 还有尽快地推广 比如说一些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等 这样一些高科技 帮助他们提高养殖的效率 也能够提高 他们的养殖的积极性 其实现在离中秋和国庆 这两个假期越来越近了 猪肉的需求 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 各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来稳价格保供应 再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最近猪肉价格增速明显 广东省四种猪肉的零售均价 为美金25.46元 比一周前上涨4.68% 而在广州 经售肉价格一个月内涨幅 超过30% 相比去年上涨了50% 为了缓解猪肉的供应紧张 广东多个政府部门 联合出台猪十条 支持生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提升产能 保障生猪及产品有效供给 同时鼓励品牌供应商 提高省内猪肉的供应 平易价格 会减低我们外省的供应量 来保证我们广东省内猪肉的供应 在浙江 猪肉价格也出现了较快的上涨 对此浙江省多地开启保供措施 一些地区的商场超市 及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 也开始加大猪肉进口 并尝试和外地企业签约 引进生猪 接着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肉都是从欧洲 阿彪的一些 有食品保证的一个国家 进口的猪肉 同时浙江省鼓励养殖企业 增大养殖量 加快种猪引进 在年底之前购入种猪的 基于每头500元的补贴 一些银行也开展试点 推行以生猪为代表的 活体抵押贷款模式 提高养殖户积极性 近日四川省也发布了 关于促进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九条措施 包含了生猪标准化养殖 生猪生产资金保障 动物防疫体系 猪肉市场供应等 多个方面的内容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表示 四川省将实施 生猪生产红线制度 将生猪出栏量 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 重要考核内容 其实说到猪肉价格 可能是我们百姓比较关心的 除此之外 比如蔬菜水果的价格 我们财经频道 包括我们羊肉财经评论节目 在今天上半年 也做了很多这样的节目 我们看到随着蔬菜水果的 大量上市 价格出现了稳定了 比上半年已经好了很多了 龙先生您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的蔬菜价格 包括水果价格 能不能继续稳下去 那么今年上半年到 7月份这段时间以来 应该说蔬菜水果的上涨 也是导致整个 CPI上涨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整个CPI上涨里边 或者这种结构性 它能很明显 就是蔬菜水果价格上涨 应该说 比如说水果上涨 从具体的品种看 主要是梨 皮果 这两个品种是首当其中 然后带动其他水果水中 在这个品种上涨 但是这两个品种上涨 跟去年春天的时候 气候寒冷 有这个 有天气的因素 天气的因素 就是霜冻 春季的霜冻 正好是开花的季节 然后这个 这个作果率就很低 所以导致了产量下降 是加个上涨 当然今年春季 由于也是天气的原因 导致南方像荔枝 有些也有的产量下降 导致加个下降 蔬菜 实际上也是因为 今年的雨水 洪涝灾害 导致这种 季节性的这样的一种 产量下降 加个上涨 那么这种 我自己的判断 都是一种短期的 偶发的因素导致的 对 这因素 随着这个 我刚才已经说了 说秋季大来了 这个蔬菜上市 集中上市了 水果现在也是 集中上市的季节 那么从我们 监测的情况看 无论是水果也好 蔬菜也好 现在整个的价格走势 都在回落 在下降 所以这样一个 趋势判断 所以它不是一个 持续上涨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这些 偶发因素排除了之后 可能会 大概率跟往年 基本持平 能这么理解吗 就是今年的一个 有一天气的原因 造成了这种蔬菜 它涨上了以后 没有像往年一样的 那种大幅度的回落 但是这种特殊的 这个因素消除之后 应该还是恢复正常 其实刚才我们说了 包括实院长也提到了 这个价格的波动 是因为供求关系 出现了一定程度失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货币供应量 我们看到7月份的M2 M2的增速是8.1% 比去年同期低了 0.4个百分点 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也有助于 物价出现一定程度的平稳 对 没错 是这样 就是从诺贝尔金 获得者弗里德曼曾经说过 他说货币的通货膨胀 那么在何时何地 其实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因为货币的供应量 如果超过了 它产出的这样一个 需要的水平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说 你这个货币会贬值 那么整个物价水平就会上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关紧了货币的 供应量的收紧了一个龙头 那么这个时候 物价的总体水平下降 或者说保持物价的稳定 是有了一个 货币发行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从货币发行量的角度而言 那么稳定物价 应该也是可以期待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 就是今年的CPI的走势图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1到7月份 CPI的同比和环比的走势图 我们看到 CPI同比上涨连续5个月 在2%以上 从3月份以来 就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7月份的CPI涨幅是2.8% 达到了年内的高点 未来的CPI走势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罗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 年轻盘当中的预期和判断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 也是基于对 一直7月份价格运行的 总体的判断 我总的感觉还是 总体上价格运行是平稳的 全年实现 年初确定的3%的控制目标 也是没有问题的 石原长怎么看 您的判断是什么 我的判断应该跟卢主任差不多 是这样的 就是一方面刚才你也说了 就是货币供应量 其实是相对于前几年的水平来说 或者它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另外一个从市场的供求来看 那么总体来看的供求是 除了个别商品以外 那么基本上供求也是比较均衡的 而且今年的下凉 也是取得了丰收 那么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粮价是百价基础 所以粮价保持稳定 那么物价的总体水平的稳定 也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今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可强总理也提到了 要落实猪肉的保供稳价的措施 龙先生觉得要落实好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 您觉得我们的关注重点 究竟应该放在哪 您的判断是什么 那么我归纳一句话 就是应该说市场调节 与宏观调控并重 要常供 处销 协同法力 最终实现保供稳价的目标 在八月份国务院也开了会议 专门做了部署 对生猪的保供稳价 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包括要继续地扩大 恢复生猪的生产 包括要尽快地清理 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 那些禁养限养措施 包括鼓励规模化生产 鼓励农户养殖 包括加强防疫 包括增加供应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那种保障 也就是建立价格补贴的联动机制 这些措施正在 设施正在落地 也正在生效 我想如果说这些措施 都能够得到确实的落实的话 保供稳价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但这地表的我想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机构来说 一定要加强这种 做好监测预警工作 当然咱们国家的已经是 从09年已经建立了 生猪的这种预警机制 12年 15年又进行了完善 从预警的指标 调控的目标 体系建设 机制建立协调 都做了非常明确的确定 国家发表也是按照这样一个 在一步步地进行落实 为市场提供信息 加强调控 石原长怎么看 我的观点是 如果想稳定猪肉的价格的话 可能短期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在于降低猪肉提供的成本 那么从长期来看 要从供给入手增加供给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合影观点 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因为需求方面来看 中国居民的这种猪肉的需求 是比较固定不变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供给 那么供给方面 我们说从猪它养殖 到老百姓的餐桌上 它有一些必定的 要发生的成本 比如说养殖成本 运输成本 那么把这些成本 有效地降低 就能够非常迅速地 实现这个价格的稳定 但是从长期来看 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 生猪和猪肉的供给数量 这样能够从根本上 来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刚才卢主任提到了 我们这个监测预警机制 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 当我们的监测预警机制 已经发挥作用之后 提前可以采取一些 相关的行政手段 或者一些政策措施 能够积极地引导市场的价格 我们能这么理解 这个预警的就是发现苗土型的问题 从而为调控做出一些准备 那么我们其实从去年 发生第一例的这个猪瘟疫情之后 我们就去加强了 对市场价格的这个监控 也提出了相关的这个建议 包括我们现在 每周都会发布 无量领调 无量领调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